第三届的飞翼相声大会 没有邀请郭德纲 可是主流与非主流的较量 局面具渐渐清晰 关于飞翼到底谁更有资格呢 主流举办的飞翼相声大会刚刚结束 央视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郭德纲将出席央视新综艺 飞翼换新叶 俗话说得好 此处不流言 自有留也处 可别再说郭德纲没参加 飞翼活动了 人家不仅参加了 而且还登上了央视 规格更高 影响力更大 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货比货的扔 人比人的死 前两天 主流相声举办了飞翼相声大会 没有邀请郭德纲 搞得网上沸沸扬扬 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为了让郭德纲没面子 可关键就在于 郭德纲会在意这件事吗 在前两天 郭德纲在某平台上宣布 自己收到了央视的邀请 参加飞翼换新叶 再次获得官方的认可 这么一对比 差距就出来了 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央视举办的节目 一个是民间的相声大会 都是关于飞翼的活动 当次确实不一样 这个飞翼换新叶 顾名思义 就是要让那些快被遗忘的 飞翼至文化遗产 重新焕发光彩 让人们了解和喜欢 要知道 之前这样的节目 都是邀请主流的相声演员 根本轮不到 德纲社里的人来参加 可是德纲社 在这几年走进了人们的心里 尤其是年轻观众 几乎人尽皆知 官方也非常看重这一点 更何况郭德纲的水平 在相声圈也是数一数二的 实力足够 名气更胜一筹 所以邀请郭德纲参加 更是无可厚非 可是邀请在这个时候宣布 让飞翼相声大会很尴尬 第一相声大会 就是任何一个 以相声为名的公开聚会 都没有德纲社的演员参加 给人的感觉就是 相声有分类 一个是德纲社 一个是德纲社之外的人 可是你们排挤郭德纲 央视却在慢慢地招揽 郭德纲如今得到官方的认可 也是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希望德纲社和郭德纲 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相声演员应该用作品说话 而不是尔虞我诈 口号无论喊得有多响亮 都不如把事情做得漂亮 观众朋友们的眼睛是血量 郭德纲和他的徒弟这些年 屡屡用自己的作品获得认可 岳云鹏更是五次登上春晚 到春晚上说相声 作为参加过第一届春晚的江坤 看到现在的德纲社 不知道他做何感想 又在飞翼相声大会刚刚结束的现在 郭德纲就收到央视的邀请 会是一个怎样的表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相声界分为了两大类 一类是以取协为主 一类以德纹社为主 在大众的口碑中 德纹社一直高于取协 二者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江坤和郭德纲 说到这里 多嘴提一句当年的反三俗事件 江坤不止一次地解释过 他当年主张反三俗 针对的不是德纹社 不是郭德纲 只是当时的那种相声风格 让他觉得不合适 同时过去的取协 主要和体制内团体打交道 而当年江坤还不是取协主席的时候 取协就已经在主抓反三俗了 和德纹社台上可以没有规矩的理念 起了冲突 双方必顶会有纠缝 我们来看疫情期间 取协和德纹社之间是如何做的 首先是取协 取协方面大部分没有捐献物资 大部分都以创作为主 我们举几个例子 江坤当时亲自做事一手 我在你们面前泪崩 当时官方则是点名表扬了江坤 高度赞扬了江坤的爱国之情 甚至长篇幅地介绍了江坤的成长和成就 在这首诗中 江坤这么表示 相信在疫情解除之后 我们可以去慰问演出的时候 曲艺演员都会报名 侯宝林之子侯耀华录制视频 为武汉加油 由以上可见 取协方面确实以创作为主 表达了自己的祝愿和期盼 随后我们来看德云社这边的举动 德云社这边以实际行动为主 德云社第一个站出来捐赠物资的是张云雷 张云雷捐赠了15万只口罩 之后追加了20万元 随后郭德纲也站了出来 直接捐赠了100万元 班主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要知道就算是在娱乐圈 出手就是100万的在少数 于谦则则是悄悄地捐献物资 大批的口罩 医疗用品往湖北往天津运送 旗下的成员看见班主和谦大爷出手了 纷纷站出来贡献自己一分力量 岳云鹏大概捐赠了20万元 杨九郎10万 张九龄王九龙是5万 这些人每次站在台上说相声的时候 都会吐槽自己一分钱没有 这辈子就没有见过钱 但到了重要的时刻却纷纷解囊 除此之外 德云社也捐赠了一批紧缺的医疗物资 民营相社团演员为审报医大会言处 是因为改社团领导的阻止和限制 坏菜 著名高雅相声嘴祸 麻了个字的 极有可能感染了新款病毒 虾臂比1.5 见乎吗 他用大小作文开始虾臂比 首先 在引用网络自媒体一位小播足的直播内容 断葬取义 是一联想并误导大众 你借就相当于 富士山杠一猫眼 你就大喊导国末日 性情可以理解 但是咱能想要好走 做到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吗 其次 麻了个字的认为 匪夷项目大会 不邀请某民营相社团 是因为总班放肆 众广运众团 要务 你借这变异能力 可比那个病毒可快多了 前两天还质问天经卫视 联合登社举办天经相社团 是在给登社开堂会 按捏了这逻辑 这匪夷大会 又是在给谁开堂会呢 第三 割下信誓战弹表示 尽过了解 某民营相社团演员 为审报匪夷大会 言处 是因为改社团领导的 阻止和限制 不知道有没有 确凿的证据啊 这玩意可不能乱说 嘴给趁紫 有货知道吗 这不嘛 千鞋店有一所像的 因为给一个 锁足球的贬故事 让人家给告了 赔偿一弯散 好家伙 一弯散 够腻了血半年 小货玩了吧 不得刚要跟主流相声界 打擂台了 年轻因为疫情的原因 第四届飞翼相声大会 延期举办 最终定于2月10号到12号举办 共计三天 当然了 仍然不变的是 举办地点还是深圳福田 另外一个不变的就是 除了德云社以外 相声界几乎所有的相声社团 都到期了 北京星夜相声会馆 西安清取社 西安相声新势力 北京大豆相声社 北京明乐会 深圳本地的阳光曲艺团 孝歌曲艺团社 以及来自南京的 群星相声艺术团等 民间相声团体 都收到了邀请 就在我们感叹 德云社又被排除了的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 德云社也准备召开相声大会了 而且时间安排在 飞翼相声大会结束之后的 2月13号到15号 要说老郭不是和主流们打擂台 您信吗 飞翼相声大会的阵容 不可谓不强 此次的飞翼相声大会 开放了售票平台 不过我看了一下 只有三分之一的区域是可以买的 而且还不是前排的好位置 接着到目前为止 飞翼相声大会 已经卖了20来天的门票 但余票还是很充足 各个位置的都有 反观德云社的相声大会 在1月28日 门票放开以后 直接出现秒庆的状态 同样是相声大会 为什么江坤带领的主流正规军的 飞翼相声大会 门票难迈 德云社的却秒授庆呢 原因就是 不是相声火了 而是德云社火 对演员们要走出舒适圈 也学德云社商演 只有竞争才会带来提高 没有好作品 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24分之后 大风大浪了 但是毕竟现在还在这 我这种性格也造成 我现在是于谦 也造成我是捧根的 如果他要是我这个位置 他要是我这种性格的话 可能就没有德云社的锄头之日了 在你的字典里头 有没有饥饿如愁这个字 可能里边有点愤青的东西 但是饥饿如愁 可能谈不到那个 这么深的高度 三爹说德刚 一路坎坷是比饥饿如愁 我可能坎坷的东西少 但你会认同他的这种饥饿如愁吗 当然认同啊 所以说有愤青的东西 该看不惯的还是看不惯 只不过我不太说 我也没必要引起这些东西 因为我没有伸手气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解怀的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